这时叶婉婉突然想起一件事 话说这里可是女生宿舍 她到底怎么进来的 就在叶婉婉绞尽脑汁 怎么劝四叶寒赶紧离开的时候 四叶寒突然开口问了一句 被子呢 啊 被子 白天暴去外面晒了 还没有收回来 我去收 嗯 吭哧吭哧的把床单被褥全都铺好 男人还算满意的看了一眼 帮我订两个小时之后的闹钟 夜晚晚看着躺在自己的小床上 整个人都傻眼了 那个 你要在我这里睡觉啊 过来 哦 然后就被拉到了她的怀里 一起躺着了 那个 我这床很硬 那个 我这床很硬 睡着很不舒服的 你要是困了的话 要不要回去睡啊 若安 舒服 九爷 你真不要回去睡啊 你听听 你听听 我这很吵的 床又响 你腿都放不下 而且 莫医生不在 你也睡不着啊 还有 夜晚晚一个人说了半天 结果某人 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 夜晚晚 终于无奈地闭了嘴 说话 啊 继续说话 哦 嗯 那个 我给你背个圆周率 行吗 嗯 三点一四 一五九二六 五三五八九七 夜晚晚不知道 自己到底背了多久 背到最后 把自己都给背困了 最后 她是被一阵敲门声惊醒的 夜晚晚如同惊弓之鸟 一咕噜爬了起来 四夜寒 醒醒 四夜寒 有人来了 你先躲一下好不好 听完她的话后 某大魔头的表情 可怕得简直都可以直接去毁灭世界了 拜托拜托了 某人的脸色依旧是狂风呼啸 阴云密布 夜晚晚凑过去 在男人的唇上亲了一口 好不好嘛 见四夜寒冷着脸无动于衷 夜晚晚焦急不已地凑过去 又亲了一口 求求你了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你去洗手间里躲一下吧 我这边很快就好的 等四夜寒藏好之后 夜晚晚这才去开了门 晚晚啊 怎么这么久才开门啊 再睡觉啊 可是现在才八点多呀 你这么早就睡了 这么晚了 找我有事 来找你当然是来跟你聊天了 别处在门口了 我们进屋里说吧 沈梦奇完全不把自己当外人的 直接走进了屋里 晚晚 你也太不小心了 怎么不化妆就去开门了 白衣门外的人不是我是别人呢 若是被人知道你的真实样貌就糟糕了 四夜寒的耳目到处都是 学校也不能掉以轻心的 长得好看是我的错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提醒你要小心 这么久都忍过来了 别功亏一篑 毕竟那个大魔头好不容易才对你失去兴趣 放你离开警员 万一看你长得这么好看 又对你期待兴了怎么办 四夜寒连我这么丑的样子都不介意 或许他对我是真爱呢 怎么可能 那可是个杀人如麻的大魔头 还尤其喜欢折磨女人 简直是个变态 你只是太倒霉 正好被他选中了而已 这两年他是怎么对你的 难道你都忘了吗 哦 这样啊 不知道四夜寒听到沈梦奇对他的评价 会做何感想呢 晚晚 你还在生顾少的气呢 其实要我说 上次真不是顾少的错 是你太冲动了 若你当时跟顾少走了 事后再跟他解释清楚 你是被强迫的 说不定这会儿 你们都已经在一起了 结果你却耍脾气 不愿意跟他离开 白费了我这么多苦心 又是帮你联系顾少 又是帮你支开警员的下人 梦奇 我知道 你为了我也是操碎了些 是你帮我出的半仇 躲避四夜寒的主意 是你一直想办法帮我逃跑 也是你 在帮我跟顾月泽传话 晚晚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我不帮你 谁帮你 所以 你听我说 你不要再跟顾少闹别扭了 你现在好不容易离开了警员 应该抓紧机会去找顾少 否则再这么继续下去 你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把顾少追回来啊 叶婉婉不动声色的 朝着洗手间的方向看了一眼 随即才慢悠悠的开口道 谁说我要把他追回来了 顾少明明是你的未婚夫 却被你唐姐给抢走了 当然要抢回来了 难道你要放弃了吗 这怎么可以 那岂不是便宜叶依依那个贱人了 一个我穿过不要的破鞋 捡回来 有必要吗 叶依依若觉得她是占了便宜 那就便宜她好了 晚晚 你怎么这么说顾少 这一切全都是叶依依那个贱人的错 她父亲抢了叶家 她又不要脸地抢了你的未婚夫 顾少太也是身不由己的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怎么会突然这么想 没什么 突然想通了而已 晚晚 你别意气用事 已经这么多年的感情了 我困了 想睡觉了 下次有空再聊吧 沈梦奇本还想再说 但是见叶婉婉已经打着哈欠躺到了床上 也只能先离开 确定沈梦奇已经离开后 叶婉婉立即起身 朝着洗手间的方向走去 对不起对不起啊 那个人已经走了 原来是梦奇 我还以为是宿管查房呢 吓了我一大跳 六小时就原谅你 啊 什么六个小时啊 陪我睡 睡 睡是什么意思啊 字面上的意思 还是 你希望是别的意思啊 也可以 不用了不用了 就字面上的意思吧 深夜 床上的男人如同燕足的瘦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只见柔和的灯光下 女孩如同一只小猫咪一般 蜷缩在她的怀里 睡得正香甜 这时放在一旁的手机 一闪一闪的发着光 四叶寒眸光微暗 将信息点开 发信人是沈梦奇 四先生 晚上我去看晚晚了 我劝了他很久 不过他似乎还在生你的妾 顾绍毕竟曾经是他的未婚夫 他一时无法忘怀也是难免 相信有一天 他一定会发现你的好 四叶寒只略扫了一眼 便神色漠然地将手机扔到了一旁 面色没有丝毫变化 徐毅在车内足足等了六个多小时 自家主子才终于从夜色中出现了 主子的气色相比之前倒是好了不少 就是这脸色却不太妙 犹豫了半天后 忍不住开口道 主子 那个沈梦奇 您确定还要继续留着吗 剑四叶寒不说话 徐毅犹豫了一下 继续开口道 这女孩心思太重 留在叶小姐身边 怕是动机不纯 明显地故意挑拨 您和叶小姐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人 真的要继续放在叶小姐身边 虽说不过是个小姑娘 根本不足为惧 但她对叶小姐的影响 实在是太大了 你认为 我和她的关系 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挑拨的 许义被那道冰冷的视线 盯得几倍僵直 简直想仰天长孝 太能了好吗 算了算了 不动也好 叶婉婉如今 对沈梦奇那么重视 主子若真的动了沈梦奇 那女人还不知道 怎么闹呢 第二天早上 叶婉婉醒来的时候 思叶寒已经不在了 叶婉婉伸了个懒腰 启床气去洗漱化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